河內歲末祝福茶會 白仲燈輝第一次與慈濟人相遇 對相機的著迷都忘了身上的病痛 他在八歲時發現罹患血癌 歷經了兩年的化療不見起色 當知道慈濟在河內 舉辦幹細胞移植醫學講座 他們特地從順化趕來 終於找到了一線生機 來台灣治療前 志工前往家中探訪 拍照依舊是白仲燈輝最想做的事 十歲的小男孩還有很多事情 想要嘗試 想要完成 一家人 三代同堂 感情好 為了治好白仲燈輝的病 媽媽持續了工作貼身照顧 今年醫師已經警告 再不進行醫治手術 病情不樂觀 我每天都沒有聽到 兒子在家中探訪 他在家中探訪 他在家中探訪 之外 如今配對成功 全家人都開心 不捨孫子要遠行求醫 阿嬤還是紅了眼眶 但也相信 她會帶著健康的身體回家團聚 大愛新聞知識美志工江文欣 越南報導